商人告诉赵兰芝 阿芙蓉的买卖牵涉了多少朝廷官员的利益 凭赵兰芝一个小小的捕头是搬不倒的 叶远安带着少年回到了家 他试图跟少年套近乎 少年不服管教 在院子里上窜下跳 段小玉看到后非常害怕 他告诉叶远安 少年就是当初在如约房里出现的黑影 江枕跟赵兰芝叙旧 他是明慧郡主的马奴 因为他是三世的家奴 所以无论多努力都脱不了剑脊 当初江忍赵兰芝跟裴公子都去了沙场从军 三人以兄弟相称 听说明慧郡主要跟裴公子要成亲的事情 赵兰芝问起了裴公子的事情 当初裴公子在战场上受伤 是江忍给他吃了阿芙蓉 没想到后面染上了毒瘾 江忍让赵兰芝放心 自己跟着明慧郡主见裴公子的时候 发现裴公子气色好了很多 现在应该没事了 叶远安让人将少年梳洗了一番 还给他换上了新衣服 结果众人发现 少年其实非常帅气 只是之前蓬头垢面 叶远安无意中露出了银蛇雕像 少年自己可以带他找到线索 老宝担心交易的事情败露 想要收拾东西逃跑 却被铁内人拦住了 对方让他再做最后一件事 少年带着叶远安去了千端阁 用假金条想要入会 结果被老宝发现赶了出去 赵兰芝也去了千端阁 但是他用的是真金 并解除了五倍的价格 让老宝将阿芙蓉卖给自己 少年带着叶远安偷偷溜进千端阁 而赵兰芝被老宝带去 藏入了一个仓库 后来赵兰芝意识到上当 却被老宝关了起来 老宝告诉众人 自己早就等着他们了 并表示 阿芙蓉的生意幕后指使是裴公子 随后启动装置 炸毁了地窖 眼看水骂了进来 情急之下 少年搁不上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运用异能砸出了一个出口 大家才逃了出来 赵兰芝救了想要坐船逃走 却掉住水中的老宝 让他跟自己回去 叶远安以为赵兰芝回去有事 不顾少年的祖兰 想要赶回去救人 却正好碰到了赵兰芝带着老宝 赵兰芝跟天后汇报了裴公子 涉案的事情 天后大怒 让赵兰芝抓住裴公子 与此同时 裴公子梦见浑身是雪的如月 吓得惊醒过来 发现床头的九星天珠还在 才放心 明慧郡主的嫂嫂跟她说 裴公子出事的事情 现在退婚的事情 已经成为定案 赵兰芝跑到叶远安府上 要带走段小玉 赵兰芝表示 段小玉依然没有 企托杀害如月的罪名 但是自己会继续调查 段小玉相信赵兰芝的为人 她主动要求回到官府 好了 这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圣唐幻叶 第三集的内容 想要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腾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